东京最近发生一起连环杀人案引起了强烈的轰动 凶手作案毫无痕迹 被害人之间毫无关联 警察对此束手无策 没办法只好让西元寺去把退役的古田任三郎请回来 西元寺找到古田 把最近的案件资料给他看 第一个死者是一名警卫 上个月16号晚上被人发现倒在路边 死因是脑挫伤和内脏破裂 大厦楼上发现了脚底打滑的痕迹 所以鉴定是巡逻期间失误坠楼事件 这是一件很清晰的意外事件 但却在死者的身体里找到犯人的流言 一个类似神迁的东西 上面写着 大胸 应该注意高处 第二个案件发生在前天 死者是一名研究生 是晚上到便利店买东西回家的时候遇害 死因是头部遭重击 从现场看是从台阶上跌倒所致 但后来也在身体里找到了神迁 上面写着 大胸 注意夜路 第三位死者 是一位65岁的老人 现场判断是慢跑时心脏病发作 因为身体里有神迁 所以对尸体进行了解跑 发现胃里有微量的毒素 神迁上写的是 大胸 注意过度走路 但这个案件跟其他两个有所不同 因为有个目击者看到了老人倒下的整个过程 他倒下以后就没有人再移动过尸体 最大的疑问就是 凶手到底是什么时候把神迁放进死者的身体里的 如果凶手不在现场 那就证明神迁早就已经提前放进了老人的身体里 但神迁都是放在钢门处 难道老人一直夹着神迁在跑步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 听到这里 古田终于安耐不住 决定再次出山 这次警局不仅给他配了一辆自行车 连金拳也重新给他配好了 可很显然这个赠品古田不是特别买的 刚回到警局就又发生了一起命案 这次的死者是掉到河里淹死的 身体里又出现了神迁 现场有死者滑倒的痕迹 却完全找不到其他人的足迹 犯人是怎么接近被害人的呢 这次的神迁上显示 大兄 注意谁 案件越来越离奇了 完全没有头绪 古田三人一起讨论四个被害人之间的联系 古田拿起资料看了看 忽然就发现了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 这几个案件的死者 都是同一个法医黑炎给他们做的事件 于是第二天 古田来到法医室 正好赶上黑炎去了大学做演讲 他便咨询了一下黑炎的助手 助手说黑炎每周一三五来这边工作 可就在问到他工作的时候 是否有什么奇怪的举动的时候 黑炎正好回来了 古田了解到黑炎有个习惯 就是做试检的时候从肛门开始做起 黑炎说 那是方便通过测量肛门的温度 确定死亡时间 听起来这个理由也是合情合理 可古田就是觉得他可以 之后他又让西元寺调查了一下黑炎 西元寺说这几件案件发生的时候 黑炎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就连他的助手也都在工作 不存在协同作案的可能 古田拿起刚刚发生的案件资料 这次的死者的死因是汽车里的煤气泄漏 导致的一氧化碳重度 因为死者体内又发现了神迁 所以被归为一个案子 可这回的古田却发现了疑点 因为这次的受害人体型壮硕 坐在狭窄的汽车里 身上穿着一个背带裤 这样的空间和穿着 凶手有可能脱下死者的裤子 把神迁放进去吗 神迁既不是死者活着的时候放进去的 也不是刚刚死亡的之后放进去的 那就只能是在死后的另外某个时间放进去的 那也就得出了古田猜测的那个结论 神迁是在尸检的时候被黑炎放进尸体里的 那黑炎把这些意外死亡案件 故意制造成连环杀人案的样子 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因为黑炎是每周一三五之情 所以古田推测下的案件应该是在明天发生的 到时候找他问问他 就在两人讨论案情的时候 西元四又接到通知 身体里带神迁的死者竟然又出现了 而这次发现神迁的人却不是黑炎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之前推断的都是错的